为了庆祝双十国庆花莲市立幼儿园小班的小朋友 6号上午举行一连串趣味闯关活动 市长温家庆表示 希望可以透过主题节目加深孩子们的印象 尤其是对国家与国旗要有认同感及爱国心 并且了解到过去的历史传承还有典故 小朋友穿着以红白蓝为主的衣服 在脸上画上国旗图样 并且在手上拿着象征烟火的彩球 跟着音乐节奏摆动 现场气氛好热闹 这次花莲市立幼儿园小班在双十国庆前 举办的放起来主题教学活动 希望能透过趣味闯关活动 加深孩子们对国家及国企的认同感与爱国心 那我们在花莲市立幼儿园的小班的部分 非常谢谢我们园长跟所有老师设计的精心的课程 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了解到国家跟国企的由来 那也藉由这个活动来认识很多国家不同的国企 那也更认识我们自己国家国企的颜色 那我们更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有爱国心 那尤其是在我们非常热闹的十月 也非常重要的十月 都能够了解到这个国企的由来之外 还有我们放假 为什么要放假 那我们希望借由活动 能培养孩子更多更正确的观念 还有增长一些知识 然后回到家里面也可以跟自己的家长 来分享上课所学的一切 后联市立幼儿园园长曾凡杰表示 老师们会依据大中小班孩子的年龄 来安排视临视性的活动 希望让小朋友每一年都能加深对国庆日的体认 而今天是小班的活动 则是借由说故事闯关游戏 让孩子们从中认识双十国庆的由来与意涵 同时也锻炼幼儿的动手能力 并体验到完成作品的成就感与快乐 庆祝国家 生日快乐 记者许立琴 花莲室报导